威廉,你一直说你的食欲很难控制 那不如我们就来讨论 大脑是怎么控制食欲的好不好 好啊,我也想搞清楚 我为什么这么不受控 三不五时就开始想念我的红豆面包 我不是营养师 我无从判断你会想念红豆面包 是否完全是因为糖尹 我们在糖尹那集说过 糖尹是奖励回路过度被激活所引起的 但是,我最近读到一篇论文里面指出 一旦太过肥胖 大脑的饱腹机制遭受损坏 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会对营养物质失去反应 而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够得到饮食的满足 这样的肥胖就会变得很难控制哦 我应该距离那个时候还很远吧 我现在吃红豆面包还是很有感 吃红豆面包让我心情愉快 不过,你还是应该戒除糖尹的啦 如果不戒除糖尹,我怕你会越吃越胖 很难讲,距离多巴胺系统渐渐疲乏的时候还有多久 到那时候,你就会变得很难减肥 因为你的大脑会对营养摄取感受变得非常的迟钝 那你就只能越吃越多啦 原来过度活化的下一步是弹性疲乏,失去感受性 那不是很严重吗? 对啊,如果你的食欲控制系统 对你的摄食失去该有的反应 你就会很难控制食欲哦 而且,假如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就会一直困在减肥跟富胖的反复漩涡里 而不仅仅是我们以前在阶梯减肥那集所讲到的代谢适应 所导致的富胖那么简单而已 202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团队 针对肥胖者大脑对营养物质反应严重受损做了研究 他们找来个30位肥胖者和体重正常的人 以管管喂食的方式,不透过嘴巴直接以鼻胃管喂食它们葡萄糖、脂质或作为对照族的水 他们希望不经过味觉,只专注肠道与大脑的联系 看看营养物质,如何独立于看到、闻到或肠道食物而影响大脑 测试的前一晚,60名受试者都在家中吃一样的晚餐 直到第二天早上进行管管喂食才再度进食 当糖或脂肪通过管子进入胃里面时 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持症噪影和单光值发射电脑断层扫描 来捕捉大脑在30分钟内的反应 结果呢,赶快说,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 他们发现啊,当葡萄糖和脂肪进入正常体重的人体以后 负责人体寻找食物并吃掉它的大脑,蚊状体讯号便会慢慢减弱 也就是说,当大脑意识到人体被喂饱之后 人体不再需要去获取更多的食物时 大脑便会降低密食讯号 同时,正常体重者的多巴胺浓度也会上升 显示大脑奖励中心也被活化 但相较之下,肥胖参与者的大脑 对摄食后的营养物质的反应严重受损 换句话说,当肥胖者获得同样的管管喂食时 大脑蚊状体讯号并没有减慢 负责奖励机制的多巴胺浓度也没有上升 而令人担忧的是,当肥胖者减轻10%的体重之后 大脑依旧没有对营养物质做出该有的反应 因而无法从摄食中得到满足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快速负胖的可能原因之一 因此,你如果胖到一定的程度 万一大脑对营养素反应也受损 对食欲难以控制,那时候就惨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糖尹,就应该赶紧借一借 免得到时候变得超级肥胖 就很难回头了 我也很想借啊,但谈何容易啊 不容易也要借 我们讲到糖尹那一集 都有告诉你借糖尹的方法了 你一定要照做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大脑如何控制食欲吧 大脑调节食欲的区域主要位于下士丘 它能接受身体各部位的讯息 例如血糖浓度 胃部满足讯号等等 并针对这些讯息来调节食欲 饥养中树位于下士丘的副侧 主要是发出讯息来刺激食欲 产生想要吃东西的感觉 当血糖浓度降低时 胃里面的瘦素浓度下降 饥养素浓度上升时 下士丘的副侧 就会接受到讯号进而产生饥养感 而宝石中树位于下士丘的背侧 主要发出饱足感的讯息 因而让人停止进食 当血糖浓度上升 胃里面的瘦素浓度上升 胃岛素浓度也上升时 下士丘背侧就会接受到讯息 进而产生饱足感 事实上 将饱足感及饥饿感的讯号 传递到脑部下士丘的反应机制过程 非常复杂 可能跟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有关 包括饥饿或饱食状态下的葡萄糖 三酸甘油脂等营养物质的浓度 此外 除了胃岛素以外 生糖素也参与其中 还有研究显示肝脏也可能是间接 扮演了调控食欲的重要器官之一 另外大脑的其他区域也会参与食欲的调节 例如杏仁核 杏仁核是情绪中枢 而情绪影响着我们进食 还有跟记忆有关的海马回 也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偏好和印象 其他像前额叶皮层 这张管决策和自我控制 就可能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冲动控制哦 原来在控制食欲这部分 瘦素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难怪一有瘦素阻抗 我们就会朝胖子的道路飞奔而去 没错 瘦素的多寡关系着能量调配 如果我们身体对瘦素的敏感度不够 就会特别侧重饥饿素对食欲的调控 造成食欲大增难以节制 而我们在瘦素抵抗那集有提到 瘦素之所以会主抗 是因为糖类片段会降低瘦素活性 导致瘦素主抗 也就是我们吃了太多金质糖所制 所以说到这里 造成我们不断想吃甜食的糖饮 就是更不能不戒啦 对了 你刚说宝石中枢与饥饿中枢都在夏世秋 但为何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 是观察大脑文状体的讯息活动 文状体在大脑参与了运动的控制 学习与奖励等功能 在食欲调节方面 文状体负责接收来自夏世秋的饱足感 和饥饿感讯息 并将这些讯息传送给大脑的其他区域 以做出是否进食的决定 所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中 会以研究文状体的讯息活动 来判断受试者的饱食机制是否受到破坏 另外 文状体也是奖励回路的一部分 当我们进食时 文状体开始担任传递讯息的角色 他也会将讯息传递给福格核 通知他释放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 使我们感到愉悦跟满足 所以想要了解肥胖者 对营养物质的反应是否受损 研究人员就会侧重观察文状体的讯息活动 除了夏世秋、文状体、杏仁核、海马回等大脑各部位 在食欲调节和奖励过程中贡献 举足轻重的功能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强烈影响着我们的食欲 例如食物的味道、气味和外观 也会影响大脑对进食的反应 嗅觉和味觉中枢的活动可以促进食欲 并与其他食欲调节机制相互作用 进一步影响我们的饮食行为 此外,社会和文化因素也会塑造个人饮食习惯和行为哦 像你啊,就非常喜欢吃白饭 那是因为你从小就习惯吃白饭 白饭会使你食欲大开 没错,只要有白饭,配什么都好吃 还有,跟其他人一起进食或所处的社会环境 也可能会影响食欲哦 所以围绕人类饮食的各种节日不生没举 人们也会想出各种借口跟别人一起聚餐 都是社会环境和跟人共餐能够促进食欲的证据 总体来说 食欲的调节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过程 涉及多个大脑区域和多种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 而肥胖则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导致我们无法依据身体的原始设定去控制食欲啦 那我就是奖励系统过度活化吗 看来我的糖尹不介绍不行啦 不看来有更少一种把 偷尔 включ死作 Hair 那有一种嗯 好像一定是可以玩一起玩 但是爹就 £ приним Moo 不是